這個我們的曾經人就是在中心診所去施打疫苗的 機關署的資料他在10月3號就已經過期了 那他10月4號預約進來去預約了這間醫院 結果他10月8號注射下去是K004C這個P號的疫苗 那目前所知就是有兩位的這個 兩位他們是一起預約的 那同天他們在同一個早上都去打這個疫苗 天天抱怨中央疫苗不夠打的天龍國 結果那股願力直接反彈在自己身上 台北市醫院李穎夢就接獲一對50多歲的夫妻陳情 指他們在10月4號上網預約接種 報案排到大安區的中心中和醫院施打AZ疫苗 他們是後透過健保快一通 竟發現他們所施打的P號K004C的AZ疫苗早在10月3號到期 也就是說他們在10月8號已經注射過期5天的疫苗 經常發現這批疫苗是日本在今年9月7號捐用給台灣 9月15號完成封印檢驗 捷完署在9月18號就發送給台北市委員局 台北市委員局在9月24號 節二7號共吊撥11瓶在PAL疫苗給大安區的中心中和醫院 這批疫苗的有效期限就是10月3號 其實我認為疫苗送到台灣來 這些都是其他國家對我們的善意表現 是對台灣的支持 那我們就要在期限內好好的使用這些疫苗 結果現在發生這種過期的狀態 我覺得就是白白糟蹋日本對台灣的支持 目前這個P號裡面到底它所涉及的範圍多大 到底有多少人打到這樣的過期疫苗 我想衛生局都應該要來去了解 他們其實非常的提心吊打 很擔憂說自己健康有什麼狀況 我希望柯市長能夠負起責任 主動聯繫市民 然後呢就是把他們的健康狀況要做後續的追蹤 衛福部的疾病管制署在10月12日接獲民眾的陳情 說民眾的房卡記載10月8日 以中心診所醫院施打AZ疫苗 其健康存責顯示 疫苗P號K004匙CPC 以10月3日介紹疫苗的P號相同 當日晚間11點 疾病管制署通知 會國本籍來疑心 在9月24、27日 我們共調郭AZ疫苗 P號K004匙CPC 11坪給中心診所醫院 警察密系統顯示該院在9月29日 與前述接種完畢 公共接種124人 為該院承辦人上傳10月8日接種的名冊 278筆接種P號A1058CPC 負值為K004CCPC 一般而言就是我們會看這個疫苗過急 那他有沒有在過去保存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有適當的這個冷藏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這個部分大概都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應該是說我們會根據目前的狀況 應該大多數都還是會先觀察 那我們也會諮詢專家這邊的資訊 然後再補答 不過我是要強調今天這事情 並沒有被證實是打了預期的疫苗 到目前得到的訊息是P號上傳的錯誤 所以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 但有進一步的調查跟大家報告 我別再び了解taa 尊男了 尊男咪 這次目的是